上個星期我們主要是講到 就是利用台電的用電的開放資料 然後做一個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表、樞紐分析圖 這個其實相當的重要 一般如果你希望把資料變成一個視覺化 因為一般如果你看一大堆資料 像台電資料每一年都大概8萬多比 我印象中 這個8萬多比如果你要叫人家從頭看到尾 真的太累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弄成一個圖表 最常用的一般不外乎就是 所謂的折線圖、直條圖、圓形圖等等的一堆 它的好處就是一目了然 你馬上看馬上就知道說 哪個線式用電量最多 當然如果說你可以結合像那個 比如說我們之前想要知道哪個區域 哪一個縣市用電比較多 當然將來甚至你可以再結合 那個ECL裡面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它可以把它變成 資料把它放在這個地圖上面 直接就是在地圖上面長出來 那這樣的話相對會更簡單 比如說像這邊這樣 就是說資料裡面你可以把那個資料直接就是放在 這個3D地圖上面呈現出來 那這樣相對的會比較容易理解 那這個前面是我們講過的 所以上個禮拜 然後再來其他的話就畫圖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它繪製成一個3D地圖的話 類似長這樣有沒有 那這個的話當然ECL裡面就有這個畫3D地圖的功能 不過可能要是最新的版本 因為好像舊的版本沒有這個功能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把這個我們原來抓到的數據 當然你跑的時候也許不需要跑全部 因為全部好像104到100到今年的資料實在太龐大了 所以也許你就抓一年吧 比如說抓今年 那你把它放上來讓它呈現出來 那呈現的樣態基本上就是說 地圖上面長出來的 那越高相對的用電量越高 或者是說你如果假設你不想要用那個直條圖 立體的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類似泡泡圖 或者說用那個 那個顏色來區分 也都可以啦 所以 我們要怎麼樣利用之前的資料 把它繪製成3D地圖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所以請各位呢 把那個上一次上課的檔案先開起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這個有關3D地圖繪製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把這個上禮拜打開 記得喔 因為我們之前是去利用那個爬蟲 有沒有去抓那個104 到110年的這些資料 所以呢 你會發現上面有個起用內容 那這個記得啦 一定要把它打開 要按確定 把它按下去 不然的話呢 你那個程式不會執行 那上個禮拜我們是 利用什麼呢 利用這個 程式去抓的 所以程式寫在哪 在這裡 有沒有下載 然後下載的話 因為我是一年一年的 其實只要改幾個地方 我先把工具選項 拽寫風格 把它改一下 那這一段程式基本上 大概就是加幾個地方 不外乎就是新增工作表 有沒有 Shits.add 然後給他名稱叫104 然後去網址 這個網址的話 其實就是 去抓那個 104年的台電那個資料 貼過來而已 那另外的話 還有編碼方式 950的話 就是big5 大概只有改這些 其他都沒改 當然 跑起來的話 因為104好像有了 我先把它刪掉 理論上 會需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這個好像有8萬多筆 所以他會 我按F8 先把主行好 先新增一個 工作表 然後再把名稱 改成104 所以Shits.add active 是目前 目前的這個 Active是目前 所在的這個工作表 的名稱 這個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這個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 的名稱 改成104 所以會把104 塞到這個 名稱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一行執行的話 它會變104 然後做什麼呢 再 給他網址 然後跟他講說 Disternation 就是 這個下載的範圍到A1 然後 編碼方式是950 然後 Comeout CSV中間就加豆點 然後呢 讓他分隔一下 幫我把資料 下載下來吧 這個時候如果轉圈圈 表示說他連到那個 台電的官網 然後去把資料 給下載下來 那因為呢 數量好像蠻龐大的 大概8萬多 不是好像蠻快的 我們學校網路這樣蠻快的 Ctrl向下 83025 因為扣掉上面的 欄位名稱 那這樣的話呢 就OK了啦 所以上個禮拜 做完這個部分 那每一個每一個都很快就可以下載 所以只要變更什麼 變更那個編碼方式 有沒有 編碼方 這個 它的那個 網址 編碼方式 OK然後就可以把它下來了 那再來的話 還有 還有哪個 還有就是說 後面 因為我們還需要兩個欄位 哪個欄位 這邊行政區 可是我不是要行政區啊 我是要 哪個縣市啊 所以 我們前面有用那個 V-Line數 去 把它加一個欄位 所以底下用Call 這個底下欄位 這個雲端上也有啦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是什麼 在這邊呼叫 插入欄 然後呢 請你再幫我在這邊 插入一欄 OK 所以這邊寫一個叫 Colns 1 點音色 意思啦 應該可以看得懂嗎 Colns是藍的意思 在哪一欄呢 在1欄的地方 Insert是插入一欄 所以這邊會出現一個空白欄 有沒有 空白欄就空下來了 然後呢 幫我把上面加一個欄位名稱叫限式 然後呢 並且幫我輸入公式 到12 所以這個公式會丟到12 OK這邊就有了 那因為底下要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底下有用到一個方法 叫做autofill 自動幫我填滿下去喔 自動填滿下去 OK 那你會發現 一下都OK了 而且喔 這個autofill 這個方法非常非常好用 因為他效率很高 如果你假設啦 你會發現8萬多比喔 他基本上不太會需要花太多時間 一下就OK了 好那這個有依覽 有限式的 再來還有多一個什麼 度數 我好像把它除以1萬 所以呢我旁邊這邊喔 基本上我又 在追欄的地方插入一欄 所以這邊的話 再插入一個追欄 這個喔 其實這兩段程式其實還蠻像的 就是 其實可以把這兩段 這一段負責貼過來改 可以啦喔 然後 再追欄插入一列 插入一欄 那你會發現喔 執行這邊就幫我插入一欄 然後一樣喔 給他一個欄位名稱 然後 這邊有嗎 插入一個追欄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 給名稱 萬度 然後 再丟公式 公式的話就是從i2除以1萬 好那一個吧 下面向下填滿的話就AutoFill 自動填滿到底下 好啊這個就OK了 那有這些資料之後的話 那我們基本上就完成第1階段了 那假如說啦 其實後面我是希望做喔 可不可以把104到111年全部的資料合併在一起 不過這個相對太複雜了我想說算了好了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試做看看 有沒有辦法把 104年到111年 自動把它合併成一個全部資料 但是不是叫你突發煉鋼喔 老師我是不是就是 直接把它 把Ctrl-Shift向右向下 然後Ctrl-C貼過去 當你這樣貼的話 應該貼不了幾次吧 總共的話就104 105 123 45678 貼8次 但如果你不想用貼的話 你可能要寫個程式啦 不過 反正就是效率高一點OK 然後再來的話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把它做個統計分析 那上個之前都是用樞紐分析表 不過今天的話我不要用樞紐分析表 我是希望說 可不可以 把它 在地圖上面顯示 也就是說呢針對這個縣市 這個欄位 因為它這邊會出現嘛 出現什麼 比如說 台北市啦 桃園市啦 台中市啦 各縣市的一個用電狀況 那我主要是希望說 它可以幫我把 這個資料 哪個資料 就是萬度為單位的 用電的數量 通通加起來之後把它變成一個好像 類似 一個柱狀圖 那就是用電越多的 柱狀相對的也越高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你們先準備好這個資料 上個禮拜的 第二個的話呢利用什麼 利用3D地圖 OK 油表一樣放這裡啦 使用方法跟 這個樞紐分析表很像 只是說呢換成3D地圖 那我做一下給各位看喔 第一個的話你先準備好資料 這個資料上個禮拜準備好了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 在這邊點選3D地圖 不過跟各位講這個功能好像是2019以後才有 2019以前不確定有沒有 2016我不確定 如果沒有的話可能就是 你就可能要最新版的 不然的話他沒這個功能你也沒辦法 OK 然後3D地圖按一下 他問你說是要啟動 要按啟用 OK 那啟用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他會跳一個那個畫面 讓我們待會 再來試好了 所以請各位先準備好這個部分 那我剛剛的 那個程式碼 其實就是 我剛剛做的程式碼 基本上 在雲端上應該都有啦 OK 各位可以看一下 剛剛的程式碼基本上 你們找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是 在哪裡啦 剛剛的那個 程式部分 就這樣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你們試著把 剛剛的部分先完成 那我們待會再來看3D地圖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